有一种人偶是用来护佑而不是玩耍的 被寄予祝福的东西 一定要用多年练习的经验 虔诚和温柔的心去制作 在富士山脚下的小城竞刚 有一对制作守护人偶的夫妻 他们制作的人偶伴随了许多孩子平安长大 了不起的匠人 我们来认识人偶匠人 竹山 春泉 夫妇 这个仕事について そろそろ40年近くになる 今振り返ってみて これは自分の天職だったのかなって 思うことがやっぱりありますね 初步电子用来继续战자기ER 对于日本的孩子来说 春天的男儿女儿节 是最重要的日子 人偶是女儿节 最重要的道具 每年这个时候 经营着人心子人偶店的 足善春泉夫妇 都会和其他日本家庭一样 搭起高高的架子 陈列人偶已是助导 这种被叫做除人偶 又固定的陈列格式 最上段是新郎和新娘 下面一次是宫女 演奏音乐的蚁人 然后是家丁和护尾 即使是小女孩 此时也会用最郑重的心情 去布置一个圆满丰富的小世界 从端座的人偶 到最细小的茶盏 一一归于其味 从1700年前的奈良时代 到今天 日本有一种习俗 在新生的婴儿身旁 放一个人偶 他会替婴儿 承担所有的灾祸 保护孩子直至成年 在现代社会 已经不是每个家庭 都在遵守这一习俗了 但当家里 由新生儿诞生 还是有很多做长辈的 会去人偶店 选择一个 陪伴孩子长大的人偶 这一天 祖善接到一位 老先生的预约 他要带着孙女 来给家里新天的男孩 挑选一个人偶 因为是手工制作 传统人偶一般都价格不菲 更重要的是 每一款人偶 都寄予了 帐辈对于孩子的祝福 人偶会一直陪伴孩子 直到二十岁 使命完成 所以 对于足善的店铺来说 收出的任何一个 都是顾客仔细考虑的结果 这一次 客人提出的要求 是想要一个 特别的男孩人偶 足善决定挑战 一个新的造型 他找的是一位 叫做纳徐羽衣的武士 作为原型 有这样的人偶 陪伴成长的男孩子 大概会比其他人 多一份勇敢吧 就像这一样 就像这一样 好吗 好吗 初めて この世に出す オリジナルの作品ですから 人と比べて 負けてるとか そういうことはないわけで どこまでも 自分を表現することができて きれいで 精良的作品 从选材开始 制作人偶身体 用的是 干燥的稻草 这种稻草 必须经过一年时间的 严格干燥 才能保证 经久不坏 选择衣室 通常跟制作身体 同时完成 人心自店铺里 人偶所穿的衣服 很多是真正做 和服的 有缠面料 甚至是为 人偶开发的 特殊花样 足善相信 不另习用 最好的面料 才能做出 最好的作品 それから 生地に刺繍を乗せたり 金彩加工 というんですけど 生地の上に 加工をかけたもの ちょっと豪華なんですけど それでもまだ足りないの というぐらい 実際には 一年に使える点数なんてのは 備え必要ないんですけど それでも まだないか まだないかといって そういう前向きな気持ちで 取り組んでいるものですから 金刚 是制作人偶的 传统产地 也是春泉的家乡 为了娶到 人偶世家的长女 竹善克服了 重重障碍 最终以 入赘女婿的身份 从東京来到金刚 而两人 得意走到一起 是因为一次 照绘画模特的奇迹 展覧会に 出展する っていうこと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その絵のモデルになってくれないか っていうことでね 頼まれた モデルって言うとね 絵のモデルって言うと 布のモデルとかね そういう風に思っちゃうんだけど 同級生としてね あの記念に まあ電池カナノがいなかったからじゃない っていうことでま 私に ニシラハのやがたって だんだんそれが 付き合うようになってたっていうことかな そしてその絵ができる 頃には お互いに 結婚を意識するような 来到金刚 适应当地生活 并不是一件 困難的事情 但作为一名 学经济的 大学毕业生 转行做一名 人偶匠人 也免不了 一番掙扎 人偶行业 经历过一段 低落的日子 但現在 传統手工艺 开始回归 制作精美的 高档人偶 受到欢迎 品质一般的 普通人偶 渐渐退出市场 人们更趋向于 又个性的产品 竹善年轻的时候 学习过剑道 成为人偶师之后 他把剑道中的姿态 与人偶相结合 秉心尽气 叙事而发 成为了竹善的人偶 所独有的风格 将身体安装上 四肢 给人偶装上衣服 这些步骤 需要小心谨慎 而决定人偶形态 最关键的 往往就在一个瞬间 少しずつ曲げていきたい ところなんだけど 気合を入れて 力を貯めて 一気に 衣装をたくさん着せれば 着せるほど 指先の力は 必要になってきますよね 思うような形にするためには やっぱりその着物の 着せた着物 自分の着せた着物の 厚みに負けないだけの 力と ものが要求され さらに形を求めていく過程で やり直しが 効かないという部分の難しさ 為了配合 这款造型 这次 竹山跟灌厂合作的 匠人合作 专门製作 专门製作了頭部 而安装頭部 则是整個人偶製作 最後 也是最庄重的 その瞬間に ハッとこう自分の中に 今自分は何をしていたのか ということを 鮮明に分かってくる つまり僕は 人形に命を吹き込んだ 瞬間を自分で悟った ということです 作為忽悠者身分出現的人偶 也会有他的終結 孩子平安地長到二十歲 人偶就完成使命了 或是通過每年固定的 人形協会組織的供養計 或是送往 金剛的潜艦大赦 对于每一个家庭 这都是一个 充滿感激和肃穆的儀式 1700年来 日本一直都相信 人偶可以给家里 带来好運 對於致力於將每一個人偶 做成有生命力事物的 竹山和春泉夫婦 更是如此 他們相信 这样的心意 也会通過人偶 传递到每一個孩子的心中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